所以我们所有的道法术归于道 法是法理是道理 你们听师父讲的道理 然后法术 科义 钢斗部 超度法 这些都属于术类的 包括我们的武术 一股心上山 五种技术 五种技术是引导大家认识 一阴阳为之道了这个礼 然后通过这个礼 进去道一阴阴阳放光 安住五亮光 坚固五亮光 自己成就五亮光的道体 人家道那么大 我们不用修啊 他精刚不坏啊 不忍不变不勁不勁啊 YES 真从 那你怎么用啊 我面前有道吗 有 因为进去奉辩 也都是此一道 当然有道 怎么用啊 你到哪个工具啊 哪个工具啊 海水大 你要去抖凉 一抖凉 懂得用吗 这里是不是要个工具 啊 我们这个人身就是个工具 蚂蚁身是个工具 天人身是个工具 地狱的鬼身是个工具 不非是道用这个形体 不同的工具 哪能用啊 所以我们人是道气 是成道的工具 我因为有人身 我可以自主的来作用 一个老太太在路上摔倒了 他摔倒的那个空间有没有道啊 无中不在啊 那道能不能把老太太扶起来啊 不能啊 你是个人 你身上有没有道啊 有 你可以用手去扶他 因为你有个工具 掌声一下 你没有知悔 因为你没得到师父的真传 真传一句话 讲传万全经 刚才说师父让我 我说我赌大藏 我赌道藏 也没坏事 没坏事 你没有实现 因为老祖让你辛苦两三年 逍遥一万的 你哪有那么多生命去浪费 因为你后面成道了以后 你要赶紧做功德 功德圆满 你好成道 所有的圆了的才能成道 所以你不能九十岁 一百岁才去成道 你要早一点成道 要早一点成活神仙 活不扎 活罗汉 活了你就能去用 用着你就能成道 你不要死了以后成道 死了只能够去往生极乐进步 在那儿继续去修道 没死你可以成道 道成了你可以不死 这是成就报死 你的肉身 里面要把经络修中 任督二脉 毛油二脉 带脉 赤字脉 螺旋脉 十字 金刚脉 天脉 里面 里脉 整个法界脉 全身七万两千条脉 统统修统 结成一个 就像你们编框编楼一样 用面条子 可以编出一个立体的框来 那你要有十字架的一个主体 然后有横向的面条去缠绕 那么中间你还要用一个中脉支撑 就是中间还要有横向的支支脉 螺旋 打螺旋的脉 然后这个框柔结实了 框柔结实了 然后外面再布一层金刚网 金刚网 网外成就 金刚不坏 不露身成就了 这个身 不要了 没了 这个身烧了 这个身不坏 这个身不坏 里面 如果是没有东西 是框的 没有作用 就是你必须把整个法界 全息挪索到这个气里面 全息挪索到这个气里面 好比外层的 你用这个气 半明点 剑层的身 是金刚身 里面要填上黄金白银铜 才能成铜下 才能成金下 才能成银下 然后我们要把法界 龚德海 化成的能量 填到自己的 这个第二层的 破坏身里面 成就 真正的 金刚暴征 破坏 这是大家的 大单元城 掌声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